喜师傅说故事 从前摩托罗国有一位男子 在幽波极多尊者座下出家修行 由于他非常贪吃 别人吃一波饭就够了 而他总觉得不够 吃了还想再吃 有时明明已经吃不下去了 他还是要求别人施舍给他 所以修行多年 比他晚进来的师弟们都一一得到 他却始终无法得到正果 有一天 他的师傅极多尊者说 我明天会送一些饮食来给你 到了第二天 极多尊者拿来满满一波的小米粥 同时拿出一个空的石器 一起放在比丘面前 尊者告诉比丘说 你可以把波中的小米粥吃光 不过现在还很烫 你等它凉了以后再慢慢吃 然而比丘经不住食物的诱惑 急着想吃 便不停地对着波吹气 没过多久 他禀告极多尊者说 小米粥已经凉了 所以我全都吃光了 尊者说 粥虽然凉了 可是你的贪心之火 却依旧炽热 现在你必须坐不静观 让贪心之火冷却 不静观 就如同清凉水 可以浇息炽热的贪心火 对于一切的饮食 你都应该将它们视为药食 是为了医治身体饭 是为了医治身体饥饿的毛病 不得已才吃的 能够常常如是观照 食欲才会慢慢减少 比丘听了之后 没想到 刚才吃下去的粥 竟然全都吐了出来 把面前原本空空的 另一个食器 都给吐满了 而这时 极多尊者说 你何不再将它吃下呢 这东西如此误会 怎么能吃呢 尊者说 世间的一切法 就犹如这剃土之物 都是不清净的呀 经过极多尊者 一番善巧开始之后 比丘便一心思维 观察一切法 精进修行 最后终于 证得阿罗汉果 在这五浊恶事 我们凡夫的烦恼赤胜 又岂只是 贪心厚重而已呢 倘若在不思觉悟 精勤修行念佛 求生极乐 那将来 等着我们的 就是地狱之苦了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